因疫情防控自五一假期起,北京市影院已暂停营业一个月,随着防疫情况向好,近日,北京市电影院开始陆续恢复营业。 端午假期即将来临,刚刚复工的电影院客流量如何,又将有哪些新片上映,目前的电影票预售情况又如何呢? 6月2号中午,记者在北京一家电影院看到,端午节电影的新片宣传预热已经开启,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, 目前有七八部电影进入排期,其中有三部是新上映,以爱情片为主。 马玉武表示,为了保证端午节期间影片的丰富性,影院每天的电影场次并未减少。 马玉武介绍,影院是在5月30号接到通知可以恢复营业,6月1号起正式对外售票营业。 然而,就目前端午节影片预售情况来看,并不乐观。 在目前咱们这个严格的这个防疫症状下,也就是上映率控制在50%的情况以下, 正常来说,应该一天能达到五六百人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人流量。 就是根据昨天的营业情况来看,目前只有90多个人。 我们应该是预售有大概个两三天的时间,目前来看只有十几张票的一个预售量, 所以说这个预售量还是不是太乐观。